現在不拖 我們在想說人選不就是姓嚴的還會有誰 可是現在感覺上 可能跟嚴家同一個家裡都有可能 媳婦這個可能性是如何 媳婦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它也可能會是一個亮點 或是一個話題 因為我憑心而論 在過去當時 我記得嚴寬恆在補選的時候 他的太太組著拐杖 然後那個漂亮的攝影幫他拜票 我說實話這個真的確實是引發了 當時很多的媒體的跟拍 也做了很好的媒體效應 那麼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小芳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自從林靜宜這個名字被提出來之後 不只是因為他的聲量很高 而且他具有全國的知名度 那麼變成是說 這個時候我們這個所謂 民進黨加基進黨這個陣營裡面 開始出現了這個有勝算 而且看起來就是很棒的人選之後 這時候就變成是 難題換丟到這個 國民黨這邊來講 我必須講你國民黨發動罷免 那你告訴我 你把陳柏惟批評的如此的不堪 然後他不適任 那你告訴我你派出來的又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選 顏寬恒過去的這個部分到最後一刻 不是他的選舉 他連良民證都拿出來 你知道我有一個外國朋友直接問我說 所以你們台灣人有良民證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嗎 所以我就說這個問題你問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你可能直接去顏寬恒下面留言 他來告訴你好了 所以你想想看一個當過立委的人 就是連良民都貼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覺得說所以這是低標嗎 好那麼這樣的一個人選對國民黨來說已經這樣的時候 那再來顏立民 顏立民他現在已經是個副議長 副議長不做然後要來參加立委的補選 這個他們自己國民黨內部派系的問題 這個就可能要好好的先瞧一瞧 看看紅黑派之間要不要先來吵架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變成是美麗的媳婦最有可能 因為以他現在的狀況的話又有話題性 然後呢漂亮的身影出來 只是我要想講的就是最後還是回歸到 當初你國民黨推動罷名的時候 你說陳柏惟如何如何的不適任 那麼現在這一位他過去從來沒有從政過的經驗 那麼他主要的資金力好像主要還是在美容這一方面 然後在大學當講師漂亮的身影確實可以引發話題 可以吸引民眾的目光 但重點就來了 他會是一個現在馬上就可以為選民服務的極佔力嗎 看來不是 還是要靠他的先生 他的公公 他的小姑 那到後來你要選一個傀儡嗎 所以這個我覺得身為一個女性的政治人物啦 我自己當然是女性參政 我都鼓勵 這是一個平權的社會 可是要選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人 當然如果顏家怕被這個所謂來檢驗的話 也許媳婦啦 美意的媳婦確實是一張牌 但是不是好牌呢 我覺得不是 如果說顏家不派人 黑牌不派人 意思是說要讓紅牌吃去囉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啦 我說我是黑派 可是我這個地盤 沒關係這塊送給你吃 可能嗎 第一 基本上如果純粹從派系來上 這可能性非常的低啦 因為基本上你台中會看 你海線本來就黑派了嘛 那就算你黑派說我拱手讓人 歡迎你紅派進來 問題是你地方派系 你能夠在家運作的嗎 所以這個基本的前提就有很大的問題 那再加上當時也有謠傳 在罷免的時候也有在謠傳說 基本上黑派自從這個 這個圓范恆上次落選之後 基本上副議長他妹妹嘛 然後基本上你看 你覺得紅黑派在台中的勢力的消長 這個會讓黑派心裡面有所警惕 有所警覺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 好不容易打到一個大好機會 可以重新攻回立回大位 你要再把拱手讓出去 不是黑派的人 這個問題也很大 那我們繼續從派系來講 好 那現在是黑派的人 那有沒有可能不是嚴家的人 剛剛講嚴家現在真的也在看 也在等 那我們先從客觀上來分析 其中可能嘛 第一個 嚴慣恆自己出來選嘛 嚴慣恆在選前都拿出良民證 都做到這樣子了 到底要不要出來選 這個部分真的就是剛剛 蘇維哥講的 就等著你 等著你做決定 但是嚴慣恆要出來選 很清楚的 當經歷過陳柏惟這一戰 剛剛講都不會要雙標 所以那樣的標準 跟那樣子的一個 同樣的檢視的方式 一定落在嚴慣恆身上 甚至只會更嚴格 不會更寬鬆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 好 那嚴慣恆如果不出來 他妹妹顏利敏出來 這問題是 這就出現兩個問題了 第一 她妹妹出來選之後 台中市的那個 副議長的其實怎麼樣去協調 這又是紅黑派的問題了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 你妹妹出來選 你就只有 假設是對靖怡委員 通常都是女性 問題是 你拿出來比 雖然是台中市的 台中市的副議長 你比全國知名度 你比各式各樣的這種 全國性的問政能力的過程當中 你打得贏嗎 再加上這一次的罷免過程當中 其實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國民黨跟嚴家的那個票已經緊繃了 就是這樣子 可是那個不同意的那個票 其實是在一個 一個若有若無的過程當中 就有七萬四千票的過程 那你這個情況之下 你有必勝的把握嗎 你要再消耗一個嚴厲米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 第三個可能是誰 就嚴家的 嚴家絕對不會放 那嚴家的代理人 剛剛講有人說是媳婦 或者是 或者是可能有其他的議員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代理人一個問題就是 代理人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代理人你嚴家信得過嗎 所以才會有媳婦的問題出來 自己人嘛 因為搞不好代理人出來 假設啦 我們預想比較好的結果就是 他真的酸掉 酸掉之後說 這樣快要再回來 兩年之後 假設要回來之後 嚴寬盒你要怎麼跟選民交代 不好意思 我媳婦身心俱疲 所以現在換你出來選 要這樣子嗎 那你這個是不是複製花蓮王模式 那以這樣的模式 你覺得還在中二 還在台中的選民 還可以接受嗎 或者是台灣現在的選民 方式 還可以再習慣這樣的模式 所以代理人 如果你是信得過的代理人 你就會碰到這個問題 如果是一般的代理人 垂潔以完出來算 你人家放著下心嗎 你覺得真的可以嗎 那如果只是一般的代理人 那個嚴家的選票 他那個派系的結構的選票 能夠像這一次的罷免 這麼全力的轉移過去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就在這場選 我們剛剛在中場的時候在講 國民黨在這場罷免當中 用盡全力 然後嚴家使盡所有的力量 把稱呼為罷免之後 現在發現 夕雅要補選 可能最後補選還是一場落空的狀況 剛才小黃姐講說淨花水月 對 一場空 這個搞不好最後真的還是一場落空 因為你看到原來面對到補選 你有這麼多不同的這種難解的難題 還擺在眼前 我覺得這才是根本的問題 不會 不用擔心 到時候人選你就會看得到的 人選一定要有 人選一定會有 好 因為已經拖一個禮拜了 這個是藍主義的部分 民進黨也還沒提名 很快了 我補一句 對 我覺得剛剛 志偉哥講的也對 民進黨還沒提名 所以戰鬥藍的青年 就一定是林靜宜的嗎 不用這麼急著就要抹黑 拜託 你要抹黑 你也等候選人出來之後 你真的想抹黑再去抹黑他 人都還沒提名 不用這麼急著 不會啦 政治人物接受公平 投票